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值得称颂的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宝贵的仿角石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它是在以夫所说的二章的十九节的二十二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翻看你的圣经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 已经打出来的这个圣经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在你复活的主日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来奉你的名聚会 主我们来称颂你 我们来歌颂你 因为你实在是 值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 主我们的恩典何等的浩大 主你兼顾我们每一个人 主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所需和所想 主我们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磐石 我们信仰的磐石 我们坚固的根基 主就求你来 真的是来带领我们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你的磐石上 永不摇动 主今天就请你赐下你的圣灵来 来到我们的中间 主你就保守孩子的口 孩子是笨口啄舌的 孩子是缺乏智慧 缺乏能力的 求你高抹孩子的口 主让我所讲的 都是你所喜悦的 主你的灵也 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妹同在 让我们怀着一颗 真的是既渴 沐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来真的是来学习你的话语 来从你的话语当中 吸取力量 主真的是靠你而活 主我们谢谢你 求你带领我们的时间 祷告奉我主义书得胜的名求 阿们 在我正式分享之前 我想跟大家 下一页 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 这个游戏呢叫 层层叠的一个游戏 就是说你有两个玩家 就是你把这个由木条 先摆制成一个木塔 你看它那个木塔上有那个数字标明 然后玩家两方呢 就是在这个窃好的这个木塔上 你去抽取其中的一个木块 然后把你抽取那个木块 放在那个顶上 如果谁在抽取木块的时候 或者放置木块在这个顶端的时候 如果这个塔倒塌了 那么就算这位玩家输了 我不是很擅长玩游戏 我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通常可能都会 都会试书的那一家 因为我通常 在这个抽取木块的时候呢 都会碰到旁边的 我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 如果你玩过的话 可能你有自己的这个心得 你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一定要轻轻地 抽取那个木块 不要碰到旁边的 然后你可能还会 还会想到说 我选择哪一块来抽取这个木块 可能对我来说是最保险的呢 可能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说 我们尽量 不要碰那个底部的部分 对吧 当我们碰底部的部分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 会有更大的机会 这个塔倒掉 所以我们知道 一个建筑的稳固于否呢 可能取决于它的根基于否 根基的稳固于否 根基的稳固于否 直接决定于这个建筑 能够这个盖多高 对吧 我记得在09年的时候 曾经有这样一个新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 上海的有一个 在建的那个楼盘 它有一个13层的 这个小高层的楼 它还没有建成 但是就整体性的这个倒塌了 可能原因会有很多 你说它的这个水土啊方面的 我相信可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的这个地基 它的这个地基的部分 并不牢固 使得这个 才13层的一个小楼 就倒塌了 可能它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建筑 这个材料用的是否是 合适的等等 但是它的根基 不牢固 直接导致了它 这个倒塌 那建筑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是你的根基的部分 如果把我们的信仰 比喻成一个建筑的话 一个房子的话 那么弟兄姐妹们 什么是我们最稳固的根基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耶稣来做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所看的这个主题的经文 是在以夫所书 我们知道以夫所书呢 是谁写的 是保罗写的 对吧 是保罗写给以夫所教会的 他又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你们这里是指的谁呢 是指的保罗写给以夫所教会的人 那教会的什么人呢 是教会的外邦人 就是教会的这些外邦人 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 神通过他特殊拣选的民族 就是以色列民族 来彰显神的救恩 神带领他们出海及过红海 带领他们降马拉 带领他们用云柱和火柱 带领他们在旷野中 生活了四十年 是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同在 在这周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小组还刚刚分享了 这个出埃及记的部分 记得有一段经文说 神就像老鹰一样 带领着以色列人飞跃 这些困难和困苦 当以色列人前有追兵 后有追兵 前有红海的时候 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的时候 是神就像鹰一样 拖着以色列人飞跃了红海 他们飞跃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那在新约时代呢 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打破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界限 使救恩也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 它也使得外邦人成为了神救赎计划的一份子 成为了我们新约时代的新以色列人 或叫真以色列人 休牧师经常跟我们讲真以色列人的概念 就是说谁是现在的真以色列人呢 现在的真以色列人不再仅仅局限于 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概念 而是指代所有信耶稣的人 就是在座的你我 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可以称为真的以色列人 耶稣跨越了民族 跨越了国家 跨越了种族 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 常常听到我们中国人对信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说耶稣是外国人 他是西方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应该信中国人的神 我们中国人的神 中国人的神就是应该信我们中国人的佛 可能在这里呢 有两个比较错误的概念 就是第一呢 耶稣并不是西方人 耶稣出生在以色列人 是东方人 他是属于近东 而我们中国呢 属于是远东的地区 第二呢 佛其实也不是中国人的佛 佛是从 我们都知道是从印度而来的 所以我们很传统的中国人呢 把我们的信仰呢 就很禁锢在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节里面 我们不能自拔 耶稣他是超越肤色 是超越国家 超越民族的 超越地理的神 最重要的 他是唯一的神 他也是公义和良善的神 神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 道成肉身 他为着你我的罪 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是爱我们的神 他爱 以色列人 他也爱 罗马人 他也爱英国人 也爱法国人 也爱非洲人 他也爱我们中国人 他也爱美国人 他是我们全人类的神 所以真的是天父爱我们 把他的儿子带到了我们的中间 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慈爱 那你我也不再是外人和客侣 是神家里的人了 神把我们称作为他的儿女 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是何等荣耀的身份 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 神称作是我们是他的儿女 下面说 他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好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圣经的新约部分 都是耶稣的这些门徒和使徒所写的 在这些圣经的章节中 特别是在四福音书 以及在使徒行战中 我们见证了这些门徒 使徒们 他们信仰的经历 我们见证了他们为主勇敢的过程 他们当中很多人 可能跟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甚至比我们更普通 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 在加利利海旁边打鱼的渔夫 甚至也有不被以色列人看得起的税吏 他们从默默无闻 成长到为主奋斗的精兵 那是什么曾经让这些胆小的渔夫们 成为勇敢无畏 不惧死亡 为主勇敢传扬福音的使徒呢 是什么让他们 让这些曾经以色列人看不起的税吏 也成为为主传福音的斗士呢 又是什么让保罗这位 曾经极力迫害基督徒的 这个法利塞人 成为成一个为基督 为福音的缘故 将主的福音传到 罗马的这个伟大的使徒呢 那什么是他们的根基呢 那这个根基就是他们所见证的真理和教训 而这个真理和教训本身呢 就是耶稣他自己 这些门徒和使徒们 他们与耶稣一同生活 他们亲自见证了 耶稣的真理和教训 他们听到了耶稣 对神福音的呼召 他们也见证了 耶稣怜悯世人 他们见证了耶稣 医治那些瘸腿的人 医治那些瞎眼的人 甚至他是使人复活 他见证了耶稣 这样恩待我们 他们也见证了耶稣 为着他们 为着我们 勇敢地自愿地走向十字架的过程 他们见证了耶稣 被那些士兵 打得血肉模糊的时刻 他们也见证了耶稣 背着十字架向 咯咯他行走的时刻 他们也见证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进了 每一堆宝血的时刻 他们更见证了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时刻 他们从此一无所拒 他们从此全然献上 他们从此为着 主国度的扩张 为让更多的灵魂得救 他们不惜为主殉道 他们当中有些人 被石头打死 他们当中有些人 被倒立十字架而死 他们的一生就见证了耶稣 在他们身上奇妙的功 奇妙的大人 所以先知和使徒的根基 就是耶稣本身 下面一段经文说 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 我自己 对建筑不是特别地了解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在我查考的资料的时候 说古代的建筑呢 它通常都有一个房角石 称为corner stone 就是在那个房子边角的一块石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块石头呢 因为在古代的这个 在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的时候 它一般都是用石头所建的 这个是墙的两边呢 它需要一个石头来做稳固的工作 和定向的工作 所以这个石头呢 对这个建筑来说的话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这个建筑呢 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建筑 是否很稳固 很牢靠 那这个石头呢 通常是这个整个建筑呢 最大的一块石头 如果大家去看很多 现在其他的建筑呢 有些建筑还把那个房角石 特别地标明出来 虽然现在的建筑 我们可能不太需要这个 这样的 就像古代这样一样 重要的这个房角石 但是耶稣 使徒保罗在这里 用以色列人 用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以弗所教会的人 他们所能听懂的方式来比喻 那么建筑最重要的是 这个房角石 那么对我们的信仰来说的话 谁是我们最重要的房角石呢 这段的经文 告诉给我们了一个答案 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 其实在圣经当中呢 我们不止一处提到房角石的比喻 在旧约当中 在新约当中 它都有很多关于房角石的比喻 而我们都知道 这个比喻本身 都指向了弥赛亚 都指向了耶稣基督自己 耶稣基督自己 称他自己就是房角石 而是我们唯一的根基 那我们来看一处 旧约当中 关于房角石的这个经文 它是在以赛亚书的 这个28章的16节到17节 它是这样说的 它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是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那我们知道 以赛亚是先知 他是预言型的先知 他预言说 要在西安会有一个房角石 他是试验过的时候 是稳固的根基 那我们知道 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 那么耶稣就是这一位 就是这一块 试验过的石头 它是我们稳固的根基 它是我们宝贵的房角石 那我们先来看看 耶稣是试验过的石头 可能我们从信神 我们这些信神的人 可能从我们知识的层面 和理性的层面 特别是我们这些 在座的这些知识分子 我们可能从理性上 我们都知道 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神是怜悯我们的神 神是体恤我们软弱的神 因为诗篇也说 福斯篇的这个103篇也说 他说父亲怎样连续 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 敬畏他的人 可能我们从理性上 我们从知识层面上 我们都知道神怜悯我们 可是当我们 真正遇到困难 遇到软弱的时候呢 我们又常常 在心里悄悄地 问神很多问题 可能你会说 神啊 你又不用养家糊口 对吧 你怎么能体会到一个男人 在外拼命地工作 我要还房贷 还车贷 我要为小孩子的教育 积蓄 这个 首先跟他预备 以后上大学的费用 你怎么能体会到 我在外面 打拼的时候 在外受老板的气 有些时候回来 还要受老婆气的 那种无赖呢 可能有时候你会问神说 神啊 你有没有生过小孩 你又不用生小孩 你怎么能体会到 我们女人 十月怀胎的辛苦了 你神还教育我们说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甚至在我们 十月怀胎的时候 也要用温柔和忍耐 对待我们的老公 你怎么能体会到 我们怀孕的那种辛苦呢 可能你会问 神啊 你又不用生病 对吧 你怎么会体会到 我们生病的那种痛苦呢 你怎么能体会到 我们夜晚的时候 因着身体的疼痛 整晚整夜地 睡不着觉呢 神能体会到 我们的痛苦吗 答案是肯定的 神能体会到 我们的无赖和痛苦 因为神猜浅了 祂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的 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 祂是完全的神 祂也是完全的人 祂和你我一样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祂也有肉体的需要 祂也会疲倦 祂也需要睡觉 祂也会饿 祂也需要吃饭 祂的内心呢 有些时候 也面临痛苦和挣扎 祂面临上十字架的时候 圣经是这样描述 祂心里的这个 心里的活动 祂说 祂心里 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祂也会向神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你就叫做被离开我 祂知道 祂将上的这个十字架 是有多么的痛苦 但是希伯来书 四章十五节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 当耶稣祷告说 父啊 如果可以求你 能让这被离开我 但是他后来又说 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愿意顺服你 虽然我知道 这个上十架的过程 将是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愿意顺服你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祂也受到过很多的试探 和诱惑 《马太福音》 《世福音书》中记载了 耶稣曾经受到过的 很多的试探 曾经的一个试探呢 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四章的 所描述的 他说当时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当时耶稣禁食了 四十周夜 禁食四十周夜 我不知道大家禁食过没有 我以前禁食过 我禁食过一顿 我都觉得已经饿得不行了 因为当时我们星期五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星期五的时候 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打告会 我们的牧者都鼓励我们说 星期五的晚上 然后就鼓励你禁食 然后用 怀着一颗口目神的心 来到打告会 我禁食过一顿 然后忽然都觉得饿得不行 但耶稣禁食了四十个周夜 可能我们禁食一顿还是可以 可能禁食一天 可能也可以 可能一周就比较困难了 但更别说四十天了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节目 曾经讨论过说 人如果你只喝水 如果不吃饭的话 你能活多久 就是人的极限有多久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么好像也没有什么答案 但我听说 好像极限的情况下的话 人大概 如果你只喝水 不吃饭的话 大概能撑到二十天三十天 可能就是 算是人的极限了 但耶稣禁食了四十周夜 可能你就会说 当然了 耶稣又不会 对吧 祂是神的嘛 四十周夜对祂说是小儿科 可是你别忘了 耶稣 祂是全人的人 祂也会体会到极恶 因为圣经上就说 后来祂饿了 后来祂饿了 相信 相信耶稣在禁食 四十周夜 以后也是 饥饿难打 所以这时候 试探来了 魔鬼就要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这很简单呀 你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 就可以了嘛 你就不用挨饿了嘛 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 耶稣有没有权柄 和能力说把那个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当然有这个权柄 耶稣当然有这个能力 因为耶稣曾经 祂变水为酒 对吧 耶稣曾经可以让 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耶稣甚至可以 像瞎眼地看见 是瘸腿地走路 是死人复活 耶稣难道 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 都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耶稣放弃了这个能力 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 耶稣是用圣经的话语 来回应 魔鬼试探的 他说因为经上记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我相信 那时那刻 耶稣知道 神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自愿放弃了 自己的能力和权柄 来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 因为祂知道 这是神 这是天父 让祂经历的饥饿 我仿佛听到耶稣就在说 父啊 你知道我现在好饿啊 我肚子饿得不行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现在 保持饥饿 来经历饥饿的话 我愿意顺服你 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 耶稣就是这样一个 顺服神的人 祂胜过了肉体和物质的试探 后来魔鬼又接连 试探了祂两次 魔鬼带到祂在这个垫顶 说让祂跳下去 祂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神会吩咐祂的使者 祂的天使会拖住你 就说你跳下去绝对没有事 以及第三次魔鬼把耶稣 带到一个高山上 说让耶稣服服下拜魔鬼 说如果你跪拜我的话 我就把天 我就把万国赐给你 这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都用神的话语来回忌的耶稣 祂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耶稣是试验过的石头 祂并非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试探 我们会有肉体的情欲 我们会有眼目的情欲 我们会有今生的骄傲 我们会有很多的试炼等着我们 当我们在面临这些挑战和试炼的时候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有盼望了 因为有个人他曾经就遭遇过这样的试探 但是他胜过了 他知道怎么去胜过肉体的情欲 胜过眼目的情欲 胜过今生的骄傲 他有法子 他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在面临这样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该找谁了 我们就有盼望了 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受他的瑕疵 我们就有能力和方法来胜过试探了 因为我们有师父了 我们有耶稣这个师父 我们有耶稣这个靠山了 当我们在遇到困苦的时候 我们可能最想要的就是两样东西 就是有人能理解我 有人能体会我的软弱 耶稣他能体会你的软弱 我们不光需要有人体恤我的软弱 还需要有个人帮助我们 能不能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 和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痛苦 耶稣也可以 当我们在面临 无论是你事业上的挑战 你家庭的危机 还是你身体上的 对病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找谁了 因为耶稣是试验过的使痛 他知道你的所求所想 耶稣也是稳固的根基 弟兄姐妹们 你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是最可靠的 就是你最信得过的东西 或者是永恒不变的 就是他永远撬得住 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为看重的是 有三样东西 我们非常地看重 就是我们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友情靠得住吗 我们的朋友靠得住吗 我小时候被父母教育的说 你在家要靠父母 你出门就要靠朋友 因为出门父母 看不到你嘛 就出门要靠朋友 这就需要有很多的朋友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 我们都期待 我们的朋友 可以为我们两肋插刀 可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被朋友插我们两刀 所以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是完全可靠的 因为其实你也能体会他的软弱 他也是人啊 他也有他的需要 人每个人都有他自私自利的一面 就像说 朋友靠不住 对于你来说 对你的朋友来说 也许你也是靠不住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那第二是爱情 爱情靠得住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向往 美好和永恒的爱情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类用了最多的歌曲来 歌曲和诗歌来歌颂和称颂爱情 来向往爱情 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 他说没有青春的爱情是什么滋味 没有爱情的青春又有何意义 我们的古人白居也说 他说愿天愿作比逆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美好 且永恒的爱情 诗人徐自摩 他在追求林慧英的时候呢 曾经写了一首诗歌 他叫我去 来表达他们两个暂时分离 望着林慧英远去的时候 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情感 他实在说 他说你先走 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 别叫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背影 直到距离 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地提醒你 有我在这里 为小姐荒街 与生晚的荒凉 我目送你远去 多么美好的爱情啊 我们看到徐自摩对 林慧英是多么炙热的情感啊 可是现在时针是残酷的 我们都知道 当林慧英拒绝 徐自摩的时候 不到三个月 徐自摩就把他那炙热的情感 迅速地投到了 另外一个女子的身上 就是陆小曼的身上 所以说我们的爱情 也是不可靠的 我们制度的情感以后呢 可能很多事伴随着 不少是伴随着伤痛 离别甚至是怨恨 比起爱情 好像我们觉得 亲情是比较可靠一点 因为我们经常说 儿子啊 女儿啊 无论你在外面 遇到了多大的伤痛 只要你回来 爸爸妈妈的这个双臂 永远为你敞开 我们的父母真的非常爱我们 他们用真的是 从神的那种影子的爱 来爱我们 来体贴我们 可是你不能保证 每一个父母 都那么爱他的孩子 对吧 所以你常常在这个新闻 报纸 网络上 常常看到新闻说 也有亲生父母 略带他们孩子的 那种情况发生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新人 也不是那么完全可靠的 而且他也是人 当你遇到挑战和软弱的时候 父母其实有些时候 也是无人为力的 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 因为他的经历 和你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 最能做的就是 给你做一个可口的饭菜 但你内心的伤痛 你还是要慢慢自己去抚平 对吧 所以说这些都不可靠 那我们追求理想可靠了吧 我们不是常说生命常可贵 爱情价格很高 若为自由过 我两者就皆可抛吗 我们去追求永恒的真理 我们去为理想而活 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历程 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能在内心呢 都在渴望一种真理其实 渴望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 渴望一种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的真理 我们希望它以前有效 我们希望它现在有效 我们也希望它永恒 以后也有效 我们中国人也在 这近百年的历程中 在不断地寻求 这真理和救国的路程 1911年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的帝制 我们以为我们终于 彻底地推翻了 这个皇帝制度 开启了民族共和的新纪元 可是呢 没有想到 随后就经历了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的复辟 1949年 我们迎来了共产主义中国 我们满心欢喜 一个崭新的中国 将会出现这个世界上 那是一个人人平等 没有高低的世界 真是美好的一个世界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当然是反忧的大清洗 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 我们急切地寻找了 另外一个替代品 因为我们内心的 信仰的真空 需要一个东西来填补 那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就占据了主流 我们以为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了 钱就可以让我幸福一生了 钱就可以主导一切了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新闻和报道说 为了钱 我们就丧失了道德和亲情 我们甚至丧失了亲情 我看到有些报道 甚至是为了父母在离世后的那一套房子 儿女们就为了这套房子 争打勾不停 我们也丧失了道德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就会出现独大米 独奶粉 你就会出现无数的情人和小山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其实除了耶稣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和良善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上周的时候 刘晓波先生在狱中 被肝癌去世的消息 可能很多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 都很悲伤 都呼喊说 哪里有公义 哪里有怜悯和慈爱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 我们于杰弟兄的一句话 他说 若我不是基督徒 今夜我便不再相信 世间有公义和慈爱 但是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这个世界没有良善和公义 因为圣经上早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 属撒旦的 他是空中的掌权者 他是抵挡耶稣的恶魔 所以说只有耶稣 他是中国的出路 他是你我的出路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 特别是大陆的福音 非常地旺盛 是因为基本上你有什么的步道会 都有非常多的人信主 其实不是说那个步道的人 他讲得有多么精彩 有多么高深的理论 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干渴了 好久没有喝到过水了 太干渴了 一旦有水进来 我就满心欢喜 你不用给我讲什么高原大志 我只要尝到这个水的甘甜 我就够了 因为终于有一个我喝了永远就不再渴的水 我内心真的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所以说真的是 我们迫切地想喝到这个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 是甘甜的 是不再渴的 因为有了这个水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水了 而且这个水 就是耶稣自己本身 他的福音本身 而且这个就是真理 耶稣说他是道路 他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三十五节 他说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这个世界一切都可能变 但唯有耶稣的真理 耶稣的话永远不变 它就是一个稳固的根基 它自由 永有 永不改变 因为在它里面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公益 什么叫良善 因为它就像一个磐石 牢牢地处立在那里 无论周遭的环境发生了什么 那个磐石都是永远可靠的 无论是自然灾害来了 无论是地震来了 无论是海啸来了 它都牢牢地处立在那里 使我们这一个信仰的房子 永不倒塌 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根基 那我们就要好好地 真的是把我们的教会 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仰 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 和磐石上 耶稣是教会建造的根基 祂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根基 是我们隔壁教会的根基 是天下普世教会的根基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使徒时代初代教会的时候 我们有了第一个教会 那我们回到一下使徒时代 来看到这些使徒时代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建造他们教会的 那使徒们在建立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在讲什么呀 他们其实就是讲耶稣 就是讲他们所经历的耶稣 讲耶稣的教训 道理 讲耶稣的验证 讲耶稣的受死 讲耶稣的复活 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讲耶稣本身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的二十四节 曾经描述了彼得的正道 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百姓在下面 彼得为他们正道 他是怎么说的 我跟大家念一下 他说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听 神借着拿撒冷的耶稣 在你们施行义能歧视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子先见 被教育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耶稣讲道 不是 耶稣讲道 彼得讲道的内容是什么 全部是讲的耶稣 是说初代教会的这个根基 也就是建立在耶稣的基础上的 就是讲耶稣的一生 就是说讲耶稣来了 我们要悔改 要信耶稣 我们拯救的是 所以在今天的教会 耶稣应该成为我们的根基 耶稣成为我们的根基 就表明着其他都不是我们的根基 甚至神学也不是我们的根基 弟兄姐妹们 神学是很重要的 是关于神的学问 是我们研究神 从圣经中来研究神 是认识神的理论 这对于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的信仰不要走偏 所必要的神学训练呢 是神的工人所必须的 所必备的 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神学不是建立教会的根基 是因为这个神学是多样的 它不止一个 神学是有限的 而神是无限的 甚至你去不同的神学院 可能它对一个神学会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我们把神学 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学技术上 那我们教会就会分裂 我们普世教会就会分裂 所以你会发现 由于我们在很多认识上的不同 我们就会产生到不同的宗派 对吧 所以宗派也不是我们建立教会的根基 可能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呢 有不同的宗派 有圣公会 晋信会 改革宗 灵恩派 有很多不同的教会 因为由于不同的领受呢 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宗派 可能从好的一方面来呢 就是神想使用我们不同的人 看到不同的方面 来认识神 来更加全面地认识神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宗派不是建立我们的根基 我曾经在改革宗类型的教会都待过 还有灵恩派教会的我都待过 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只是在这个不同的教会里面 只是他的这个恩赐和着眼点 也许有一些轻微的不同而已 可能你去改革宗教会 他们非常的强调 圣经的真理来认识神 他们会让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实践 都在圣经的真理的一字一句里面 那你去灵恩的教会里面 你就会发现 弟兄姐妹的不同的特点是 他们强烈地 如果打个不是很恰当的分别的话 就是灵恩教会 可能更加注重的是 个人与神的一个 个人personal的一个关系 就是在他们敬拜的时候 会建立一个深层次的敬拜 叫做深入的敬拜 就是你的敬拜 你和神有连接吗 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同的特点 是不同的方面 他们都是神的教会 所以说我们不同类型的教会 只是神这个肢体里面的 不同的部分而已 这有些教会做眼睛嘛 有些教会做筋膀 有些教会做手 有些教会做腿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 眼睛看不起脚 肩膀看不起手 做这样的事情来伤害我们的教会 甚至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惊讶 我们的牧师 他是教会的领袖 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他的带领者 他带领着主的群羊 他也牧养着主的群羊 牧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份 他也是非常辛苦的职份 但牧师只是神的仆人 是为主服侍的工人 他不应该成为教会的根基 我们也不应该把对个人的这个景仰 超越在耶稣之上 因为保罗就曾经在哥林多情书里面 批评过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的事情 他说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有些人说他是属保罗的 有些人是属于亚伯罗的 有些人属于基法的 有些人说他更骄傲地说 你们都错了 只有我才是属于基督的 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奉保罗的名是洗的吗 所以人不是我们这样的教会的根基 我们对个人的景仰 绝对不要超过在耶稣基督的之上 所以我们的教会是讲耶稣的地方 它不是讲世俗道理的地方 教会不是给你讲成功哲学 不是说你来到教会 我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 更加地成功 我告诉你秘诀和方法 不是的 教会也不是为了拓展你的人脉 不是为了在你需要 无论是工作或什么需要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你的忙 不是的 教会也不是为了联系 我们海外华人之间的感情 消除我们的孤独感 我们又不是同乡会 我们又不是四川同乡会 我们又不是东北人同乡会 我们教会是 教会是单单讲耶稣的地方 就是讲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教导 讲耶稣的怜悯 公义 讲耶稣的恩赐和良善 教会是单单为了耶稣的地方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 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个 除他之外 别无拯救的福音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教会 我们的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也就是教会的头 就是说我们教会一切的事工 一切的服事 一切的目的 就是为了传讲耶稣 让更多人认识耶稣 传扬悔改的福音 我们在教会中实践耶稣的爱 我们把耶稣的爱 行出去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那耶稣教会 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个人信仰的根基 我想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不见义人 只见耶稣 我们要不看环境 只看耶稣 因为神是一个灵 我们常常看不见他 因为我们眼睛只看到人嘛 所以依靠人会容易一点 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的话 去找人帮助 可能会得到的反馈 会更加立刻迅速和具体一些 但是我们个人的成长 却是要慢慢学习 依靠神 不依靠人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刚强的人 也有软弱的时候 他也有跌倒的时候 但我们如果眼睛只定睛 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也容易跌倒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 单单的信靠神 使我们的信心永不动摇 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成长 要靠着耶稣 我自己来说的话 其实我自己个人信仰的成长 我离不开宣教士们的帮助 所以说每当我看到 像Patrick他们这样的宣教士 我内心都非常地激动 因为我受了他们的恩惠 我受了他们的帮助 我记得在我信仰的初期的时候 是一群来自美国的 这些神学院的神学生 他来到我们中间 来帮助我们 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记得那时候 一周要见好几次面 星期一晚上有弟兄会 星期五晚上有祷告会 星期六还有一个聚餐会 星期主日还要一起来敬拜 所以说他们对我的帮助 非常非常地大 他们跟我一起来读圣经 一起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在读圣经有什么疑惑的时候 来帮助我们 我真的是非常地感谢他们 我的 我在祖里面的成长也是 真的是由于他们的一步一步地帮助 但是呢 他们的时间是短暂的 因为他们也要 他们 在服侍我们之后要短暂地离开我们 他们不可能一直在我们中间 所以说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呢 我记得带领我的那一个弟兄呢 他就送给我一本书 他在书的背后呢 就给我写了一些话语来鼓励我 我尝试把它翻译了一下 他是这样来鼓励我 他说弟兄 我的弟兄啊 这是部分 他说你要保持尖卑 记着 这是上帝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 找到你个人的安全感和意义 而不是你自己的表现 你可以信靠他 一直到永远 他说爱你的弟兄 他说是你要找到你基督 在你个人的安全感和意义 而不是你在别人的身上 找到安全感和意义 是你自己要面对耶稣 当然学着依靠耶稣 学着自己独自去依靠耶稣 寻求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一番丰盛的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人来帮你安排读经计划 有些时候你就读不下去 对吧 如果没有人和你一起祷告 你好像觉得祷告就无力 如果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好像你自己又祷告不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 有曲折 但是结果是美好的 当你真正学习到 独自依靠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增加了 你能摸到耶稣了 你不再受 不再那么容易受旁边的人 对你的那种影响 他软弱 你来帮助他 这是你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就像星期我们分享说 牧师分享说 耶稣就像鹰一样 带领以色列人飞过红海 耶稣带领我们 这些小鹰一样飞过了红海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帮助别人 我们也要像鹰一样 帮助别人 带领别人 当他们有困苦的时候 所以说当 当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那鲜活的见证的时候 那是没有人可以夺得去的 也是任何环境夺不去的 因为耶稣在你里面 有鲜活的见证 我们自己的成长 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所以我们可能天生 就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我们做这件事情 做得好和不好 我们在服侍当中 可能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直接影响到我们 下次服侍的热情 比如说你在小组 带领茶巾之后 你会想说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对我茶巾带得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在小组服侍之后 别人有没有觉得我很殷勤啊 比如我在教会带敬拜 有没有别人说我唱得好 带领敬拜带得好 如果别人对自己呢 有一些很不错的评价 自己就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非常棒 反之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呢 评价一般的话 自己就会气馁 心之可能暗暗地说 下次再也不去服侍了 我自己也一样 我记得我当时在 教会刚开始 讲到的时候 我当时自己是比较心里没底的 因为我觉得 我眼里面 弟兄姐妹妹们到底觉得 我有没有资格来正道啊 大家有那么多的能人 口才有比我好 学习比我高 爱足人大有人赞 我去讲道 这个别人觉得会不会幸福 当正道结束之后 如果没有三五个弟兄过来说 白哥弟兄你今天分享的 我今天很有得着 如果没有的话 我心里就会 心里就很空 说 看来这次分享的不好 干脆下次牧师要再讲道的话 我干脆就说算了算了 我就不想再讲了 反之如果说 谁说你讲得很不错的时候 我就得意满满 这是我自己做得不错 做得很好 所以我自己自己讲道的感受 完全取决于别人对我的评价 但后来我慢慢学会了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多听听神的声音 如果神要使用你的话 你不要胆怯 不要害怕 你要像以赛亚那样 响应神的呼召 说我在这里 因为即使你能力不足 智慧不足 神会添加给你的 神乐意拣选那些卑微的人 使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 你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再呼吁神给你这项事工 你有没有尽好自己的努力 你有没有学习好好依靠神的功课 这就够了 当然我说的是 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并不是说 你连别人善意的意见也听不进去 当你的牧者 你的弟兄姐妹善意地提出 你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 我们当然应该虚心地接受 当然应该谦卑地领受 说我们 我们也要不要看环境 不看环境只看耶稣 我们人很容易被环境影响 被自己的经历所影响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很容易赞美神 在意境的时候埋怨神 我们也很容易在得失的时候忘记神 却只有在困境的时候呼求神 说每个人上帝对我们的带领都不一样 每个人我们所经历的 都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妈妈常常都有说 人三穷三富不到老 就是说人你的一生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侃侃克克 没有人能保证一直属于顺境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 如何学习 单单定精在耶稣身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好好地依靠耶稣吧 我们就好好读祂的话语吧 好好地向神祷告吧 这个好好读经 好好地祷告是持续地读经 持续地祷告 因为每天都需要它 所以当我们真正在生活中经历神 在工作中经历神 真正在主里面有鲜活了生命的时候 你这个信仰 你的这个永远不会动摇 好 我用一段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耶稣是仿角石 祂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是活石 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 做圣洁的祭食 借着耶稣基督所悦纳的灵迹 我们是活石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 祂不断赐给我们生命 祂让我们得到生命 祂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得更丰盛 所以弟兄姐妹们 耶稣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仿角石 祂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根基 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用三段圣经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此时此刻 你最近正遇到很多的软弱 你遇到很多的挑战 我希望这些圣经能够安慰到你 因为神的话永远不改变 以赞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说 他说疲乏的 他自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人也必然跌倒 也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疲倦 行走却不疲乏 四篇二十八章七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 我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里欢乐 我必用诗歌来赞颂他 四篇二十三章四节也说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 无论你现在经历什么 患烂或者痛苦 疾病或者忧愁 我们都记得 耶稣是我们永远的保护 是我们的安慰 是我们的防角石 他永不动摇 他值得你的依靠 好 感谢主 谢谢大家